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真言第27章 我想跟大家分享第10节 我先为大家念这一段的经文 第10节这样说 你的朋友和你父亲的朋友 你都不可离弃 你遭难时,不要上兄弟的家去 相近的灵舍,强如远方的兄弟 我想我们不会对这样子的概念感到陌生 因为中国人也会讲这样子的话 比如说我们会说 远清不如近灵 遥远的亲戚 倒不如相近的灵舍 或者我们会说 远水救不了近火 已经发生火灾 去到很远去打水 已经来不及了 这段的经文其实也在讲同样的东西 它说什么呢? 它说我们不要离弃朋友 也不要离弃我们亲人 父亲、母亲、亲戚朋友 靠近我们的这些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当患难的时候 我们来不及去到远方的兄弟家去 我们需要立刻的帮助 在这种情况当中 靠近我们的灵舍 就比远方的亲戚来得更强 我记得在最近我们教会推动幸福小组 线上的幸福小组 我们刚刚完成最近的两组 那两组的幸福小组的最后一堂都是我来分享第八周 那第八周的题目是带来幸福的教会 我就跟大家分享在这两个的幸福小组当中 我都分享同样的一个的方向 我说教会会带来幸福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那个教堂的建筑够大 不是因为那个的音响特别好 不是因为那个灯光特别柔软 教会会给人带来幸福感 因为它真正碰触到人深处的需要 到底什么是人的需要? 其实人的需要是一种的深处深刻 有个别的关系 教会应该是一个特别强调关系的群体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谈的就是 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挽回了我们与祂那失落的关系 人因为在罪恶当中 人因为犯罪 人因为远离上帝 就跟神隔开了 但是上帝没有放弃我们 透过祂自己的儿子 透过上帝用祂的方法 拆遣祂的独生子 来到我们当中 为我们 代替我们上了十字架 代替我们的罪 我们看到上帝就是那一个不计代价 为了要挽回 对不起 为了要挽回关系的那一位 上帝的教会应该是特别特别看重 而且建立关系的 而人在生活里头 其实最深刻的一种的需要 还不是外在的金钱或者其他的东西 其实人最深刻的一种的需要 是被人关心 感觉到被爱 教会能够带来幸福 如果教会成为一个爱的群体 能够成为一个重视关系的群体 我们感谢神 其实我们的教会 也是上帝所重用 所使用的 我们当中充满许多关爱弟兄姐妹的家庭 当这个的教会成为一个重视关系 然后爱神 爱人 并且透过关心人 真诚的爱人 把神的爱给流入出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就为身边的人 身边的灵舍带来幸福 弟兄姐妹 律师说我们在外地工作 在外地求学 我们离开家乡 离开我们的家人朋友的时候 教会真是一个能够真正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当中来去得到关心 也让我们在当中学习去关心人的一个群体 作为牧者 特别在威力公会里面当牧师 我们有调派的制度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调派到 离开我们家乡的地方去 能够回到自己家乡 靠近家乡牧养的人并不多 我本身 今年是我第十二年 在牧会 过去 在两个教会里面来侍奉 一个在马六家 一个的小镇叫做 双西兰梅 过后的四年 前面八年在那边 过后的四年就在巴生 我想这两个的教会 其实 或者这两个的地方 都离开我的家乡 我的父母 或者太太的父母 都没有跟我们在一起 而我们在这两个教会里头的侍奉 其实一直到现在 都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最让我们静静热到的 就是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我们经历到弟兄姐妹之间的爱 特别宝贵 我就分享一两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 在圣埃达侍奉的时候 当我第一年去到那边 我还没结婚 他说我记得就是 农历新年的时候 在哪里吃团圆饭 父母会过来跟我一起吃团圆饭 但是我一个人我不会煮 那怎么办呢 教会弟兄姐妹知道 知道他的传道是不会烹饪的 那他们就一人准备一道的菜肴 来帮助我来去过农历新年 当我父母来的时候 他们不用麻烦 他们立刻就有可以吃团圆饭 但是我还记得第一年 他们拿了好多的菜肴来 我跟我父母 还有我的弟弟 我们四个人 就一起在那边过年 非常温馨 接下来每一年 一直到我离开 连续八年 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子的待我们 甚至当我们结婚了 我的太太在团圆 在过农历新年的时候 是不用下厨 我的父母来了也不用下厨 我们都有很丰富的 这一个团圆饭 一起来享用 这是感受到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爱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当这一个太太在生小孩的时候 那时候父母都不在我们身边 我在 而且那个太太代产的时间 就是要生产的时候很长 那个时间很长 那已经到半夜了 她在产房里头 我也在终终陪伴她 电话没电 我也没办法告知弟兄姐妹或者告诉家人 太太的情况怎么样 当时我去上洗手间 我记得 就在离开厂房 去到外面去上洗手间的时候 那时已经超过12点了 就看到一对的母子在产房外面等待我们 是我们教会的会友 她在等待我们 她说传道或者牧师 没有你的消息了 一直都不知道你太太 现在师母已经生了没有 他们就在产房外面等我们 12点多一点了 吃到去外面 心里面很感动 因为我们的父母 家人都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就是教会弟兄姐妹 好像我们家人一般 就在门口等待 然后帮我把这个的消息 师母还在等待待产的这个消息 传出去 让弟兄姐妹带导 来到巴生 其实也有很多这样子的美好的故事 记得第一天来到巴生的时候 那时候是 我记得是12月31号 我还在宋爱人拜讲的最后一堂 那些是礼拜天 讲的最后一堂的道 那就下午开车来到巴生 那到巴生 我进了牧师楼 牧师楼还在做一点小的装修 那时候对巴生一点都不熟悉 连去哪里吃晚餐都不懂 那时候就有两位的弟兄 跟他的家人 就已经预约了我们 当我们抵达了 就带我们去吃一顿的晚餐 告诉我们哪里可以买一些热肠用品 各方面 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温馨 不会感到陌生 在那一个的情况里头 我们现在每一年的最后一天 或者最后一个礼拜 我跟这两个家庭 我们就约好 我们每一年都吃这个的晚餐 或者午餐 就来纪念 当我第一天来到巴生的时候 就有弟兄姐妹接待我 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体验 我跟他们分享 我们每一年吃个晚餐 然后拍个照片 看看如果我几时会被调离开巴生 看看我们这些年来 我们几个家庭 我们这三个家庭的变化 会是怎么样 弟兄姐妹 我想 这是一些小小的例子 当然在巴生还有很多 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关心 在这样子的一种的体验里头 其实很能够让我们体会到 上帝的爱 正是透过教会 透过弟兄姐妹 向我们来去彰显 弟兄姐妹 你愿意也成为彰显上帝爱的群体吗 让我们的教会充满爱 让我们的教会充满关心 让我们的教会 让能够彰显上帝他自己的美好 愿神使用我们 能够成为他美好的见证 我们同心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你把关心我们的人放在我们当中 帮助我们 能够在我们生命有需要的时候建立我们 也求你使用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 谢谢你 你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